破屋的作者让我在小小面前颜面尽湿 这双人解密也太难了吧 一喊你别生气了 赶紧找药丝通关吧 小小小小心库口 我先上去瞧瞧 大飞周章上来 你碰箱子就打发我了 这回我再不露两手 怎么能行啊 其实是小小告诉我的 楼梯里经常会有东西 你瞧发现了个箱子 把羊木箱子下有个松木箱 从楼梯的缝隙里 成功拿到了胡桃木板 至于楼上嘛 一间房指出一个材料是铁绿 去另外一片区域找到 绕一圈南瓜区就这了 一眼就看到桃树上有箱子 这么明显的地方 当然是空箱子啦 又耽误了不少时间了 你还能再搬一点吗 哎呦 马上马上啊 就有个楼梯 箱子是空的 那底下总不会了吧 找到了一块岩石 但怎么找不到另外一块木板呢 这栋两侧别墅就是木板所在了 从南瓜田这里进去 开街 嘿嘿 嗯 没有啊 这二楼梯又哭哭如也的 小小 那个怎么办才好呀 你刚刚进过来 我真有木棍和木板 给你合成钥匙 收到收到 我追着来 谢谢小小 没错啦 我其实是用麒麟穿越过去的 再穿越回来 我真是哭不堪言咯 合成按钮 能胜则审 说不定接下去还有用呢 这次小熊猫 别想着小熊猫了 找到剪刀给我 对对对 我还要找材料呢 给一间房子 开一间屋点 给我木板到手 可累死我咯 我上二楼找找 一行这里可以穿过来 需要换位置吗 布罗布罗 剪刀我已经找到了 来给你 接好了 我自己找钥匙 拿好个房间跳过去 满满的书架 不是书架 就是箱子 菜楼就不剪 累死我了 换个区域 今回我用剪刀剪出一片区域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块岩石 那这样子我就足够材料啦 使用了之前的不好吧 管它呢 这回一定要给小小块 合成钥匙先 为了不做 小小 我先过去找钥匙啦 经过一番搜查 我发现了这片魔法区域 开吓 开吓 开吓的 剪了一整片的区域 恐怕就找到了木板 小小 你那边怎么样啦 我还在努力 怎么都找不着 其实话叫我帮你啦 我这里有多余的木棍和岩石 你收下 我去前面看看 这是 门眼云团 难道踩一踩就会有钥匙 嘿嘿嘿 它站在上面上不去啊 这一回我想到的办法 用我的星光包子将云团覆盖 可千万要担心别掉下去哦 打不出来游戏就结束了 就像这样子配合剪刀 能够将这片区域都收拾干净了 拿到岩石了 还掐最后的木板 找到了 成功了小小 我又好了 这么什么都没找到 一行 我们死败了 谁说的 我这就给你送木棍 你不是还抢木棍吗 好啦 那我就先走一步啦 嘿 通关了 我通关了小小 快点 就只剩下最后一关了 不需要我要过去帮她 迷宫之路 在我的聪明材质下 二楼找到了钥匙 并且成功带着小小取胜了 小伙伴们 这可是我见过最难的双双剑屁了 有兴趣的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来挑战 穿越等待区才能够迎来礼花盛宴 那咱们下期再见啦